三分陆地 七分海洋 中国作为新时代发展的模范 对海洋的探索也从未停止过脚步 但是你们知道中国的四大海域吗 这四大海域对中国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为什么说中国南海稳如磐石呢 接下来让蛋蛋带大家通过地图 来简单了解一下吧 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东部面向太平洋 在中国的最北端 有一片被半岛环抱的海域 这就是中国四大海域之一的渤海 因地主北方 在古代有北海之称 渤海是中国的内海 三面环路 在辽宁 河北 山东 天津三省一市之间 渤海海岸线全长约3800公里 东西宽约346公里 南北长约550公里 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为18米 渤海水质肥沃 营养盐含量高 耳料生物十分丰富 浮游植物年生产量1.4亿吨 鱼类年生产量49万吨 渤海是黄渤海渔业的摇篮 固有聚宝盆之称 而且渤海港口 具有分布密度高 大型港口及能源出口港多 自然地理条件好 经济发达 腹地广阔 资源丰富等优势 是我国北方对外贸易的 重要海上通道 辽东半岛南端老铁山脚 与山东半岛北岸 蓬莱角的连线 是渤海与黄海的分界线 黄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 是西太平洋典型的一个 半封壁边缘海 它位于我国与朝鲜半岛之间 是一个近似南北向的半封壁海 黄海从交东半岛成山脚 到朝鲜的长山串之间 海面最窄 习惯上 以此连线将黄海分为 北黄海和南黄海两部分 北黄海面积约8.1万平方千米 南黄海面积约40.9万平方千米 黄海是我国华北的海防前哨 也是华北一带的海陆要道 对我国东北部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受地理因素的影响 黄海的生物资源非常丰富 其中海洋游泳动物中 鱼类占主要地位 共约300种 因此形成了 烟威 石岛 海州湾等渔场 极大的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东海 是由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岛 以及朝鲜半岛 与日本九州岛 琉球群岛等围绕的边缘海 面积约为77万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为349米 在东海大陆架上 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资源 中国从1974年开始 就在东海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测 并发现了多个油田 占地面积达2.2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台湾省 探明的天然气储量 高达700亿立方米以上 作为世界上最宽广的 大陆架之一的东海 还蕴藏了丰富的水产 以及稀有的矿产资源 是我国南北海运的走廊 在我国国防 海运 渔业 以及外贸等方面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同时 东海也是中国 打破美国封锁最为重要的一步 由此可见 东海不论是在地理位置 还是战略位置上 对中国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南海 因为于中国南边而得名 是太平洋西部海域 该海域自然海域面积 约350万平方公里 约等于我国的渤海 黄海 和东海总面积的三倍 其中 中国领海总面积约 210万平方公里 为中国近海中面积最大 水最深的海区 是仅次于珊瑚海 和阿拉伯海的 世界第三大陆远海 平均水深1212米 最大深度5559米 南海北底北回归线 南跨赤道进入南半球 位于印尼的南苏门达腊 和加里曼丹之间 北边至中国广东 广西 福建 香港和澳门 东北至台湾岛 东至菲律宾群岛 南海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 普查数据显示 南海大陆架 已知的主要含油盆地 有十余个 面积约85.24万平方公里 石油储量至少 230亿至300亿吨 约占世界石油储量的 四分之一以上 天然气20万亿立方米 南海海底 蕴藏有大量的可燃兵 资源量约达194亿吨油当量 相当于南海深水勘探 以探明的油气地质储量的六倍 并且南海拥有极其重要的 战略地理位置 是西太平洋边缘海 南北通道上最关键的枢纽和咽喉 并且控制了太平洋 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走廊 也是西欧 中东远东最重要的海上航线之一 南海航道 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 至少有超过37条世界交通航线 通过该海域 南海海域年有4.1万艘以上船舶通过 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大中型商船 和超级邮轮航金该海域 由此可见 中国南海对中国乃至世界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